他被称为中国最强中学生 14岁时就已经干掉了许多成年职业拳手 他就是战斗机张佩棉 如今刚刚成年的张佩棉已经登上万冠军赛的世界性赛场 并且在首秀中他连续四次击倒前ISK世界冠军草量级踢拳排名第五 泰拳排名第二的约什托纳一战扬名国际拳坛 根据最新消息他下一场比赛已经确定 他将对战世界排名第二的俄罗斯选手阿斯兰别克 这个俄罗斯人可不简单 他不仅拿到过欧洲与世界泰拳冠军头衔 而且还战胜过中国名将王俊光 但那场比赛却充满了争议 张佩棉此战就是要为王俊光复仇 同时也要向世界第二的排名发起冲击 能否拿下这场胜利也决定了他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向世界冠军发起冲击 来自中国的格斗天才最强高中生张佩棉需要你的关注与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光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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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光�